自開宮 遇著天璣對宮就是泰陰星 天璣對泰陰都是敏感的星 這兩顆星都比巨門好 反正有少許不同 泰陰星是主靜主藏 影響福德宮 收得更深 比較深沉 有時真的不喜歡想甚麼 我們稱為沉潛 說出來的東西和實際心想的東西 加強了表裏不一立 更要測度她說的東西 她的東西收得很密 對 加強了不投入她所在的環境 很熱暖的環境 她和你聊天一樣 但問題的心可能軟離了 加強那種游離感 加強了她的內向 沒有那麼兩頭疼 加強了心露 即是露心 不露心 因為太陰星影響 所以不露心 你要看她 如果有空聲多 她會自閉 因為她會藏起自己 當你越藏越近 就會將自己封閉 在蜜蜂的世界中 這也是我們當時說 對 其中一個組合 對 其中一個組合 對 太陰是容易的 對 傾向這些 因為不表達 慢慢慢慢就更加不表達 所以一定要跟這些人聊天 不斷地知道 她究竟想想甚麼 譬如她不是自派 向其他發展的時候 不好就是甚麼 影響她奸責 特別是太陰化拳 太陰化拳就容易奸責 我以為是太陰化妓會影響她奸責 也會影響她奸責 奸責也要有能力 奸責也要有能力 對嗎 這樣便會選別人幾點 比較自私 就選別人幾點 更加強了她對生活品質的高級要求 即高級享受的要求 因為太陰是一顆財星 對 在精神享受模式就變得很像 那好像沒甚麼好東西 那不是的 如果你是小朋友 就吃死吧 對著小朋友有這麼多缺點 也好 她加強了她的計劃的完美性 她有這樣的能力 從小就給她一些項目 給她跟進 由策劃安排人數 地點等等 讓她向正面做習慣了 就把陰暗面剃得多 因為人生有祭餘 至少培訓她 對 因為基本上天璣很適應環境 遇善遇善遇惡遇惡遇惡 天璣是比較敏感的星 等於你以前說病 也要小心一點 尤其是在內心世界的時候 可能自己想多一點 會影響到自己容易病 精神方面的影響 小心一點 身體就會好一點 好了 這時候我們就要休息了 下一集我們會繼續跟大家說 天璣這一星 在其他公位會出現甚麼情況 下次見 拜拜 再次見 拜拜